八年后 哼哼,女郎正睡得正熟呢 臭老爹,怎么去那么久 要是被女郎发现,可就不妙了 喂,小小虾,你娘没有起来吧 臭老爹,你现在怎么才回来 发娘娘姑娘的医生,我还以为她醒了 事情怎么样 由你老爹出马,害怕事不忍臣 呀呼,明天有刺激的事可以做咯 喂喂,谨慎 你想吵醒你娘啊 咦,差点忘记了 哎哟 笨儿子 痛痛痛痛痛 快回房睡吧,明天等着大干一场 屎儿子 刚刚嚇 这是这里啦 这往西方前进,就是三神的洞穴啊 哦 老爹 你說山城會長什麼樣子啊 聽村長描述 他在墨裡看見這一隻親密優雅的大山豬 咦耶 大山豬居然想娶媚媳婦兒 老爹 我們今天好好教訓你這不至好歹的畜生 老爹 你怎麼不走啦 喂 我是小霞 我是小蝦 你怎麼一點都沒有遺傳到你聰明老爹 我的特點呢 臭老爹 你又想說什麼 那三神老亂桃花村這麼久 誰都不敢動他瘋毫 可見一定是個藍場的怪物 你這小鬼頭前去 奶奶這山豬塞塞牙縫 到底是不錯的做法 臭老爹 不要老是拐彎子罵了 嘿 我有嗎 好 沒關係 看我和娘出去 喂喂喂 好好好好好 算我怕了你了 你娘要知道咱們幹那麼危險的事情 你老爹不被念到爆耳而往才怪 哼 那要怎麼做老爹 這你就不得不佩服你老爹啊 早在一百二十六年前啊 我就將這個做畜生的方法給想透了 咱們一個人在這搭個陷阱 一個人到山豬洞 將那個山豬引出來 就 就這麼簡單 好吧 老爹 聽到動線時可要小心點 喂喂喂 你這小鬼頭想謀殺親父啊 欸不是 謀殺親父啊 但幼兒這種事當然要公平決定才是 你說對吧 對 那 我們就以猜拳來定輸贏 輸得冷冷 就摸摸鼻子乖乖去但幼兒 怎樣 做得到吧 哼 比就比 謝謝 哈 幼稚氣 對了小蝦 你娘昨天也交給我一個東西 所以一定會喜歡的 我剛偷巧的巧 別說是你了 連我都喜歡的不得了 拿來 現在就要 唉 怎麼要不過你啊 你輸了 剪刀 哈 這個禮物不錯吧 BABY 哈哈 那命吧 山豬王 就在西方的洞穴中 少了他之後 就拼盡你吃奶的力氣 衝到這裡吧 唉 比如說老師美豬提醒你啊 那本重要的易晶晶 可要好好的裝備在身上 不然怎麼被打死的 都不知道咯 如果受傷 就回來找老爹療傷吧 我會忍住不孝的 哼哼 知道了啦 洛索 好弱喔 他已經幫我裝了 ok 底下從 江無缺 這麼強的角色 換到這麼弱的角色 有點不習慣 好 34個了嗎 又變32了 很難得耶 很難得直播單機遊戲這麼多人看 我是用選的 很難得 真假的 有 有 怎麼有 有 有 不 有 有 我看一下 哈哈天龍吧我眼神動物 別再提天龍吧不了 有嗎有什麼bonus 沒有啊你說的是二代繼承吧 三代繼承我記得沒東西啊 只能是老婆而已啊 我印象中只有老婆啊 有什麼bonus啊可以幫我查一下嗎 如果很重要我就繼承啊 可以繼承二代武學 可以繼承二代武學 幹嘛捏 是這樣嗎 你們不要騙我 是嗎 是嗎 我怎麼記得沒有 我是可以改啦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看一下喔 我剛剛有查到怎麼用 是可以重來啊 反正很快 炎王鐵 炎王鐵整從二代繼承喔 炎王鐵整從二代繼承喔 我記得是 會給 剛開始的話我缺一些獎勵而已啊 可是三代有炎王鐵嗎 可是三代有炎王鐵嗎 三代我不是記得沒有炎王鐵 是喔 是喔 三代可以用炎王鐵嗎 我看一下 如果是的話 我明天回 工作的地方 我們再試試看好不好 欸真的欸 絕傷真的有 真的有炎王鐵欸 在遊戲基地之前有問 看一下喔 喔 喔 因為只有江小魚會而已 喔 那都沒什麼差 炎王鐵長什麼樣子啊 然後 然後三代只有江小魚 可以學炎王鐵對不對 好 好 那我們明天再說吧 好 因為蠻想看 有彎鐵長什麼樣子 你們怎麼這麼一提醒啊 我才想起來 的確有這件事情 的確有bonus 這件事 太差了 真的嗎 欸以前 Straight 我絕傷我電腦還會 還會lereag欸 以前那個特效是不敢開的 你知道嗎 相當可以開了 young 目劍 有啦 二代有 二代有 二代一定有八十 八十一的 我明天可以 我明天可以試試看 加個速度 我是要在練一下弓阿 我剛剛拿到什麼 剛剛拿到什麼 我剛剛拿到什麼 有這種鑑定藥物 金光閃閃藥丸 喔 你這麼說我好像有印象喔 可是那些都是 都沒什麼用阿 就一開始有用而已 好 應該不是拿到很重要的東西吧 走啦 剛剛我有查 江小魚會有鹽丸鐵沒錯 好 好 對 練功就是暗B對不對 那BOSS我們再認真打 好 就這樣 因為這邊的BOSS這樣會有一些對話 所以BOSS這樣就不要暗B跳過 欸 欸 你怎麼不跟我打架 欸 欸 欸 他是NPC喔 對啊 那把 那把長道是無屬性的 應該 應該到了吧 大家 大家 有覺得 三大的地圖很細緻嗎 應該有啦齁 五十人有感謝祭嗎 欸 我們已經五十人過了 感謝祭是怎樣 你想要怎樣 你想要我幹嘛 嗯 奇怪 村長伯伯應該沒有把村的女孩送過來才對阿 他 是 他是 恩 恩 恩 快 管他的 我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好多隻喔 不會 不會 不好 這麼多 欸 喂 喂 喂 你們別以為數量多 就可以欺負這個 天真善良的小男孩 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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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公子 相救之安 呱 呱 呱 沒 沒什麼啦 我只是順便 而已 不用太打工 乖 這女孩看似弱不禁風 居然這麼能打 咚也可以 咚咚 公子 我 過了 啊 這真的是山豬嗎 怎麼會心血差這麼多 公子 公子 我們快考吧 我的腳 怎麼不能動 還倒得起來 可可可可可惡 不真心的臭了腳牙 回去我看怎麼整治你 嘿嘿嘿 閃爐大哥 火箭沒那麼大 有話 大家坐下來慢慢彈 啊好好好 不彈就不彈 反正我也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啊不是不是 閃爐大哥 閃爐大王 閃爐大神 不要動怒 千萬不要動怒 因為你生氣起來 會像一個做皮龜 不好 公子 快跑 啊 哇 可惡 對他演動作片也沒那麼刺激吧 痛痛痛 真倒楣 喂 你是嚇傻了 自言自語在念什麼 我只是在拜託大家 保護公子 大家 真是怪人 今天運氣這麼貝 都是脫了臭老爹的紅服 還說什麼不會笑我太大聲 哼 看我回頭不先跟娘說出去才怪 啊 什麼 又追來了 可惡 怎麼這種英雄不殺啊 雖然不甘心 還是快把他引他老爹那去吧 好 走囉 老爹 來了 來了 哼 啊 還真是慢啊 好吧 接下來看你老爹的智慧結晶吧 咦 蛤 蛤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失敗 光鼠先召喚起來 蛤?你害怕? 再來一次 先別害怕 光鼠 害怕我真的無言 真的要撐死回合齁 好痛 啊 他逃走了 撕會合 撕會合就好了 哇 還是很痛啊 應該沒有經驗值吧 又跑 啊 真的假的 啊 真的假的 我怕有 等一下有經驗值啊 怕浪費到那個經驗值 又走 我都已經打架了 你現在才告訴我 公子 怎麼辦 不行啊 打不過那個 最好是山豬 得想個房子才成 喂 山豬大哥 我們先停戰 好吧 欸 這棟梅會生的畜生居然聽懂人話 嗯 山豬大哥 我明白你的憤怒 正請你回頭瞧瞧 你的老窩怎麼傳來真正的白眼啊 呱呱呱呱 呃 發什麼的 一定是失火啦 還看什麼看 再不回去 你那些豬仔子都全給燒死了 呱呱呱 呱呱 呱呱呱呱 呱呱 Marina 呱呱呱 呱呱 呱呱呱 呱呱呱呱 bully 身體就像斷了180階一樣 沒有一塊是完成的 痛死了 公子 你還好吧 謝謝公子要救了怒虎一命 怒虎 那是你的名嗎 算了算了這不重要 你還是快走吧 怎麼覺得你跟他身邊 所以神就一直找上我 公子這對不住 我走了 請公子保重 再見 還是不要見面的好 什麼智慧的捷徑 一天到晚只會胡吹可惡的老頭 看我不找你上賬券 哎呀呀 我的小英雄回來了 小小香還真是有男子氣概 竟然哇 的一聲 就把傷豬王給嚇跑了呢 哼 臭老爹 給我記住 哈哈 怎麼了 高興的說不出話來了 可惡 幹你了 什麼該我了 換老爹你當一個呃 大山豬洞去引出那大山豬啊 喂喂喂 慢著 我可是從來不記得 曾經說過換我這句話 而且咱們說好 這種事要公平處理的 不是嗎 哼 那好啊 我們一同找糧要公平去 喂喂喂 江霞 你給我站住 哦 莫非你承認自己是個愛哭的小鬼頭 哈哈 我倒想看看 呃 娘 人家好痛哦 哼 你那像小狗只會像媽媽撒嬌的蠢樣子 臭老爹 隨便你怎麼說 娘要是看我渾身輕一塊指一塊 你常常會怎麼做 喂 小鬼 我警告你哦 欸這要是趕快我說 老爹一拳揍死你 是嗎 那 那 我就用布 包死你 哈哈哈哈哈哈 不愧是我江小雨的兒子 你這個小鬼頭啊 連天下第一次衝你的小魚兒都給你耍了 忍哉忍哉 哼 老大不小 不要在那邊浪麻大眼有趣 哈哈 小鬼 畢竟是小鬼 放心好了 等一下一切都包在我身上 哼 自大狂 那你好好在這邊做陷阱啊 老爹走啦 嗯 該做什麼陷阱呢 挖第一段好了 可是用手挖但也蠻吃雳 而且我也沒看到浪費我的聰明才智的 呃對了 娘 46 不是有許多古古古古古古的機關人麥嗎 針那個藥之夾蒯蒟蒟蒙 不就什麼時候解決了 哈哈哈哈 对,事情就这么简单 回一二一去找娘吧 啊,是小虾啊 今天和你爹到哪儿去了 你爹又可欺负你了 娘 我爹到桃花村邦村长中处 虾儿今天要从爹那儿 习得不少学问哦 嗯,山珠馆还没租到 老爷还有一些地用架子 这件事先不要让娘知道比较好 哈哈,你爹那几口歪里 哪知道上学问 娘可是一直担心着 宝贝小虾会给你爹带坏了呢 乖小虾你听好 你爹那真是人的坏心眼 你可千万不可以学着哦 娘 霞儿不晓得你在说什么 哈哈开什么玩笑 只要我动动脑筋 爹好被乖乖上当了 小虾心心单纯 现在一定是顶跌地跌的真人君子 我属于你的那个点字已经不见了 娘,你那儿有庄地木人吗 庄地木人 小虾为什么突然提到庄地木人呢 娘,是这样的 小虾跟爹今天一早和村长伯伯一起种树 不知道村长伯伯上了年纪 你不小心闪到腰 现在在坛上床上痛着呢 于是 狭儿心想 虽然身体上不能替村长伯伯分担一些痛楚 但是如果两个专地木人 至少可以帮村长伯伯把剩下的事情做完 让他高兴一下 小虾就是好孩子 这么小就懂得体贴别人 娘,你凭着地教诲 狭儿都记在心中 不敢忘却 呵呵呵 这些小孩子 嗯,不过伤脑筋了 撞地木人多时不用 一头的火油 恐怕都耗光了 小小虾可能再跑一趟桃花村 向万博要一些火油才行 狭儿知道了 狭儿就到桃花村向万博要一些火油 呵呵呵 好,乖孩子 我可以补血 万博 你怎么了 可是身体不舒服吗 哎,小虾没法子了 闪了年纪天后只要稍稍一遍 风是便饭的厉害 所以痛痛痛痛痛痛 万博你还好吧 对了,良药我像一些要火油 你放在哪啊 啊,放 啊,痛啊 啊,万博,万博 万博,万博 没想到万博痛到你话都说不出来 嗯,看那样子先把万博的风是治好才行 能对医理药精什么了解 还是先回去请他帝万博 挑帝解风师的药吧 乖小虾,火油给拿回来了吗 娘,万博的风是痛得厉害 小耳间的心疼 便拿和娘,讨论药理和义方 嘿嘿嘿 果然是体贴别人的乖孩儿 风师本为风,寒失乐之血 在人正直气虚血气不足 为外不顾的情况下 清洗人体而造成了经若必煮的病症 还记得娘,丞相小虾提过剑布赏这位吗 笑要以雀风性,寒失为主 论血行器为辅 以当归,毒火 白左为药材,调理 即为剑布赏 此外,剑布赏可以除去万博的风师 在战斗中还能消除副主的状态哦 小耳明白,谢谢娘 万博,这位药,灵为剑布赏 你吃了之后包装风师不腾 还能剑布如飞呢 这般奇妙的气味,我知道了 那是打地的味道 熊鬼耗时的打地之气 在嘴巴中啪的一下散开 仿佛会回到凉青温暖的怀抱中啊 蛤? celebr 这 这是 哦 若和桥有如不可思议的力量啦 呃 万博 娘要小兒牠也要些火油 準備 欸我知道我知道 要火油是吧 這怎樣 這少小 欸小蝦小蝦 這就是火油 這火油怎麼 怎麼移住晴天是怎樣 喔喔喔喔喔喔喔 真是太神奇啦 欸謝謝望博 沒想到望博會這麼高興 看來我像娘要進步散 這是要對 哇這這破門是怎樣 你也不用撞門 娘 蝦兒將火油取回來了 關小蝦 娘就去修木人去 來小蝦 這是專地木人 人魂要好好幫村長伯伯的忙喔 嗯我會的娘 這專地木人的造型怎麼有點好笑 不曉得超爬爹死了沒有 有了這個專地木人 要為了像山豬大的地道 根本不用花半鑿意氣 看你的吧 威震武林踏平 外邦武林母人一號 你看那個造型很好笑你看 呵呵呵 這下弄你偽裝的可以了 中蝦就來了 哇 哇 小蝦 你準備好了沒有 老弟來了 哇 老弟的時間算得正準啊 哎呀 成功啦 哈 真有你的 小鬼頭 我已經八歲了 不要只有小鬼頭 好好好 遵命 愛哭鬼的大 鬼頭 臭老爹 你說什麼 咦 無奈傷神摩加魯 魯德懷無因緣 是無子孫 千都萬割 萬事不息 三 三神 滴滴 看來這朵山豬吸收天地精華 一乃成的金罐 千都萬割 萬事不息 拉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 你的大頭鬼 你老爹我是怎麼教你的 遇到敵人時 儘管對手比我們強 在氣勢上 可是輸不得的 臭老爹 在這種生死關頭 江湖充滿之際 還露一露嗦的 你這小鬼 果然有我小餘兒的優良鞋頭 哈哈 喂 你就放手打這頭 死 豬頭能要吧 老子會盡力全力保護你的 這隻妖怪 看起來 神器內斂的 護盡力很高 像掌法這種內力攻擊的 一定 發揮不了太大的作用 只要使出刀劍 這種純攻擊的刀勢 一定能打擾拉 另外啊 這傢伙有渾身吐氣 五星一定屬土 只要準備了木像屬性的刀 威力 就可以大增了 知道了 真是囉嗦的老頭 要記得好好保護我 好啊 還好還好 這邊是要殺死他了吧 今天一刀比較強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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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內力是耗最多了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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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你死了 喂 別裝死了 開玩笑有個分寸 小蝦 你這多些啊 都是我不好 不該太難冒險的 蝦兒啊 啊 這次可以打贏了吧 還沒 我已經沒有又一局要了 打贏了 哎呀 打敗了打敗了 這好用著說 叙叙一個跑龍套的小角色 怎麼帶一個 當年刺炸武林的你腦爹我呢 那我第一個就開始吹牛皮 那我第一個就開始吹牛皮 強度可是大大的不同了 你又想說什麼 這次和剛才不同了 搶他的皮膚就像石頭一般 一定非常強壯 刀劍法這種一般攻擊起不了作用的 遇到這種時候啊 就要靠長法了 長法除了一般的攻擊意外 還帶點內力攻擊 對付這種厚臉皮促身 這是好用 我知道了 你繼續安心的攻擊吧 你老子我繼續保護你的 哎呀 是 是 死了嗎 沒錯 死到了 放在老爹教你的 你都記住了嗎 在戰鬥中啊 以最短的時間 識破對方的弱點 在越以致命的一擊 放在百勝百勝 我記得了 不過他為什麼說 我們壞了他的姻緣 這 鬼才知道 這首山豬還真大 再把合力向他抬回塔後村 向村拿交差吧 嗯 小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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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我又怎麼了 剛才一亮光 然後覺得額頭很熱 小蝦頭上 怎麼出現奇怪的印記 此時極不尋常 在不會調查清楚之前 還是先不要金頭壓頭小蝦才好 哈哈 小鬼你真的忘記了 剛才那隻大蟑豬突然爬下 和你氣你額頭一下呢 老爹 你少糊塵 那麽誇張的事你也敗得出來 哈哈哈哈 幸不幸運有你咯 這紅黃金也先拿去遮一遮 那總會像龜背的額頭吧 哼 金色已晚了 快把山豬幫到桃花村去吧 嗯 已經被附身了 要是那兩隻家這麼大的山豬 鐵地沒好事發生 還是先運回桃花村 交給村長吧 呃 莫非就是山豬王 誒是哪 從今以後村長就不必再擔心 農珠會被破壞 也不需要將村民的性命 擺擺送入虎口咯 啊真慚愧 那我又替代替桃花村 村民向山豬大俠謝過了 哈哈哈哈小事一撞 這山豬真是巨大 能夠吃上十天半個月 哈哈是啊 那江大俠這山豬腿 有一點心意 就帶回去享用吧 哈哈哈哈 那就寫過村長啦 謝謝村長寶寶 小蝦還是一樣懷小 好孩子好孩子 哈哈 其實還有一個小筆的錢 你這麼一誇 他 恐怕要馬上得了一起來 今天教訓的是 蝦要警惕在心 你 哼 你這臭小鬼是 按愛裝模作樣 你將大俠慢走 好 嗯 好到此了 好 喂 鳥頭我回來了 你們父子倆回來啦 你不會覺得 蘇英的那個模組啊 很像那個 儲如像新鑽的那個李鴻秀 很像齁 山豬腿啊 這是你們今天替村長種樹的蟹禮嗎 替村長種樹 嘻嘻嘻 這一定是小蝦搞的鬼 這小鬼越來越鬼靈精怪 欸絲啊 這場見我們如此新的喔 被給我們這隻山豬腿當作蟹禮 對吧 真的像吧 小蝦真是辛苦你了 嘿嘿 臭老爹 被山豬欺負的蟲 我可是還沒忘啊 這 這小鬼的表情 可惡 莫非這小鬼當中出賣我 喂 丫頭 這樣我們就別管小蝦了 移到房裡研究研究人設的大道理吧 都為人父了 說話還這麼辦不正經 小蝦還在這呢 呃 呃 好痛 開什麼玩笑 我才不知道老爹有混水摸也安全上來呢 糟了 這是小鬼 喂 丫頭丫頭 別管小蝦 我們進房坦 進房坦 怎麼了 小蝦 告訴娘 嗯 沒事 我沒事的娘 嗯 沒事 我沒事的娘 蛤 你說沒事 我還是上下都只幸福種的 你今天到底跟你爹做什麼 我回房啦 小蝦 你跟我等一下 娘 不用怪爹 一切都是小蝦的不是 不管爹的事 小蝦 你到底到小蝦做什麼事 娘 你不用怪爹 都是小蝦不對 沒人阻止爹打三豬王 都是小蝦的不是 三豬王 小蝦你 乖小蝦 乖 這不是你的錯 小魚了 你不要走 哼 這個該死的小鬼頭 等下娘不注意的時候 看我怎麼修理他 落索 超死啦 是小蝦 給老子記得這筆帳 小蝦 謝忻翰 你走那麼快幹嘛 你跟不上 可以慢慢走 哼 別開玩笑 這又不是娘親 百般叮囑 務必要取得妾子 妾子之前 來解爹修理名義公所受的寒毒 我才不願意 你這人形的木頭人 走到一塊 喂喂 你龍啦 為何都不說話 如果你想把敵物都引來 請這邊 你 哼 你以為會當正對這裡 萌難未知嗎 只不過在我拿手的攻速之下 就讓那些飛行的長矛怪物一起來 我也可以一一把他們射下來 蛤 呀 嚇.. 嚇.. 嚇什麼 我只是特別討厭蝙蝠而已 好啦我們 這邊就是 我們先 排列一下 應該要放到這裡吧 我們現在是接到謝忻翰這邊了 中體 熱劍 五月劍法 五月劍法 就這樣 醜心有那麼多武功可以學 啊 那麼快就有那麼多武功 蛤 喂 你們可是醜黃店的人嗎 是 瞧你們一副早茶的嘴臉 本小姐看來就討厭 這位 想不去醜黃店的千金小姐 醜心有了 醜黃店平時作惡獨端 武林中的德爾珠子 你們就乖乖地受死吧 喂 小心一下 探望這些陰險的女孩火連線的威力不懂方向 而且這小子年紀雖小 殺氣就害人 哼 我早知道那女威爾使得一手火連劍 就憑 暗戀的一身一金金 她怕那火象劍法不成 再加上火鍊八方聚納氣的我 木像與雪像攻擊 都像起不了作用 哈哈 你們真是好笑 對付火象的一金金 我們就用水像的五月劍法 對付木像的巴拉 對付木像巴拉 八方聚納氣 就用我的火連劍就好了 你們真是笨 別動畫 任務要緊 哼 唉唷 嗨 嗨 有啊 剛才小蝦 小蝦又一金金啊 嗨 呃 嗨 好廢喔 一金金 跟 每個人都一本啊 地上都撿得到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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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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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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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鍋會掉到一晶晶齁 對手吸來 有神 你又不是不曉得 我的弓箭除了可以攻擊任何位置對手以外 對這種飛行的敗類 就是好用 明白了 有神 結果還是五月 五月劍法最強 你剛好克服 他是火鳥對不對 看起來是火鳥 這物品 看起來相當可疑 我剛拿到臭臭的衣服 有什麼好可疑的 會消息學問淵博 任何東西都會辨識出來 只要使用鑑定的能力 等級夠就可以辨認出任何可疑物品的原貌 那我現在夠嗎 喔要兩級喔 現在夠嗎 不夠 增援護衣 喔 都忘記有這個鑑定功能 應該是這裡了 喂 謝忻恨 我要使用火直劍了 你再遠一點 你的愛手愛腳的 circumstances 我都忘記有這個鑑定功能 可以 你再有7000 還要是這裡嗎 我有一個 你還是在這裡嗎 那你會想要 我沒有看錯 挑戰第二次 恩 還是蠻痛的阿 阿幹 還好我回春絕 搭配殺 殺起來 天火好痛阿 大家都是好意阿 OK的阿 我靠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死的沒阿 還是要死的沒阿 唉唷 還好還好一滴 不行了 靠米姐了 我剛剛偷按了 懲罰 用一個 用一個道具 怎麼那麼難阿 唉唷 真的要練功耶 好 躺到屁血域齁 應該 你跑得真快 算你走運 更加像這個會飛行的敗類 我的功術最好用 謝忻恨 我幫你這麼大的忙 還不申聲謝謝 喂 謝忻恨 等一下 都講幾句話要你的命阿 喂 你等我阿 吃你吃我不希望 這個會怕 吃不舌頭 吃你吃 吃東西 吃 吃